2022年8月中旬,中文社交网络流传着这样的一个说法,称沙特投资6万亿见未来新城,由中国成建,人民币结算。 网友在贴文中还说,这样做可以平衡中沙之间石油交易,同时还能拯救中国房地产。 在这则贴文当中,我们提炼了三个关键的信息。 第一个是6万亿投资,第二由中国成建,第三人民币结算。 那我们就就这三个信息一一进行见证。 首先来看,沙特未来新城究竟是一个什么项目,需要6万亿的投资是否属实。 2022年7月25日,沙特王储穆罕默德·本萨勒曼公布了The Nine城市项目设计方案,全球主流媒体相继报道。 在未来城的官方发布信息中显示,未来城项目将是沙特政府2030年愿景规划的重要部分,目前会得到50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。 按照美元实时兑换汇率,经过计算,5000亿美元相当于3.46万亿人民币和1.88万亿沙特里亚,都与6万亿靠不上。 倒是有一条新闻引起我们的注意,根据今年8月中国海关数据显示,沙特8月向中国出口的石油达到848万吨,较7月增加22%,较去年同期增加5%。 这样一来,沙特成为中国最大石油供应国。 资料还显示,2021年中国石油17.1%从沙特进口,沙特是中国最大能源供应国。 确实如贴文所说,沙特卖油挣了太多人民币。 但是根据沙特统计局最新数据,中国也是沙特最大的进口来源国,占其进口总额的19.8%。 在沙特进口产品中,机械装备居首,交通运输装备位居第二。 6万亿投资,这个6万亿并没有告诉我们它的币种,所以这个信息是模糊不清的。 但是我们查到,蔚来城的项目投资有5000亿美金,可以说它依然是一个非常庞大的项目。 如此巨大的项目,会是贴文当中所说的中国成建吗? 如果是中国成建的字面表达,会是一家中国公司独揽,还是多家中国公司共同参与的呢? 检索公开资料可检,在蔚来新城项目中,可以看到多家中国企业在基础装机工程、隧道、桥梁道路等项目中有所斩获。 2022年8月7日,中国电舰沙特蔚来新城项目,超高塔装机项目正式开工。 2021年9月,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的一篇文章也显示, 铁舰重工出口了一批隧道装备,参与沙特蔚来新城隧道工程建设。 2020年11月,山东某公司官网发布消息称,公司已成功入围沙特·Leon新城合格承包商。 该公司是继中国铁建、中国电建、中国地质集团后,第四家入围的中资企业承包商。 这些企业在基础建设中实力强劲,但是他们在海外的成建项目拯救中国房地产,却怎么也没看出联系。 通过这些公开报道,我们发现沙特蔚来新城项目的成建商除了中国,至少还有韩国、印度、美国及沙特本国四个国家的企业参与。 所以,无论蔚来新城的投资是不是6万亿,都不可能全部由中国企业赚走,且不可能全部按人民币结算。 人民币结算现在在国际结算中的份额越来越高了。 在贸易当中的这个人民币结算不结算呢,实际上大家更多的是考虑到说,比如说外汇结算啊,汇兑啊,等等一些问题。 那如果是做在国际工程的这种结算当中呢,其实要考虑的问题会更加多一些。 在沙特的工程当中呢,虽然我们目前不知道它到底具体的签订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,所以很难说整个工程可能都是用人民币,或者是说其中用了一部分这个当地的本币啊,或者是说再加上一部分美元啊,这种可能性可能是最大的一种可能性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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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